大陆全国政协开幕习近平率一票领导人班子出席 由大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阐述工作报告 其中涉台言论罕见没多说 参与举办第十三届海峡论坛 第四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加强同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的团结联谊 没谈九二共事也没提一中原则 更没一国两制等言论 涉台言论看似轻轻放下 却多次强调中华儿女促统一味农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寻求最大公约术 画出最大通行语言 都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力量 这一回对外有中美角力 对内有疫情和大陆经济成长放缓 外界也关注五号登场的人大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告 GDP会落在什么数字 我相信应该可以比五稍微高一点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在2025年之前 应该就可以跨过 现在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去年大陆GDP增长为8.1% 今年外界普遍认为5%是底线 增速目标预料会在5.5% GDP会与北京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发行 最后期的资料 大陆GDP会认为5%是底线